本节要介绍的内容是水的人体生理作用 有句俗话说女人是水做的 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吗 按照人体的比例 男人体内因为肌肉的分量比较高 相较于女人而言 男人才真是水做的 那为何我们要一直强调水呢 我们从最聚观的地球来讲 地球上海洋占了非常大的比例 我们之所以能够演化出今天的生命 绝大部分是因为有水这样子一个成分 因此我们人由水中经由演化而来的这种理论的话 我们人体的所有的代谢反应都是在水里面来进行 水对于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分子 因此在我们讨论到温泉的一些作用理疗之前 我们要先了解温泉的最主要成分水 对于我们人体的生理调整以及影响的方式 那这个是探讨温泉养生保健理疗的首要课题 一般而言我们成年男子体内水分约占60% 脂肪约20% 蛋白质约18% 碳水化合物约2% 因此如果我们以70公斤的男性为例 那他体内的水分就高达了42公斤 那女性由于生理的解剖结构的关系 脂肪相较而言较男生为高 因此水分的比例相对的也比男性小 那身体的水分 它的比例也会随着年龄的差异 而逐年下降 呈现反比 就有如说年轻人就有如出水芙蓉一般 体内的水分比较多 那相较的老人家来讲的话 就如同花朵枯萎一般 那他的体内的水分含量会比较少 水分含量多的时候 皮肤会呈现比较红润膨胀 那水分比较少的时候 皮肤也比较容易干涉而产生皱纹 那水是我们身体里面占的非常主要的元素 刚才有提到水占我们体重的60% 那这60%的水分里面 约有40%在我们细胞里面 20%在细胞的外面 那分别就是细胞内液占40% 细胞外液占20% 水分在体内环境以及身体组成呢 它会因为跟体内的物质结合 而成为胶质以及异象两种的形态 胶质的这种水分形式 它会提供我们细胞来作为组织 以及支撑的功能 那至于异态的这种水分的话呢 主要是进行输送以及细胞 新陈代谢所需的环境 那我们维持生命最重要的 就是要非常精密的来掌控水分 在我们人体里面的运作 那这一个有关人体水分精密调控的系统 主要由我们的中枢神经配合我们不同的系统 不同的器官来进行调整 那我们是进行了动态方式的模式呢 来调节我们身体水分的平衡 我们以70公斤的成年男子为例 每天大概有2500cc的水分 经由排尿的尿液汗液以及呼吸 以及皮肤的蒸发 还有肠胃的排便等等的方式排除我们体外 那除了我们正常的摄取饮食 以及正常的新陈代谢 大概会产生0.7公升的水分之外 我们估计每天为了要维持我们身体内部水分的平衡 最少要摄取1800cc的水 来补充流失的水分 那这边我们要特别提醒 就是说当在浸泡温泉的时候 我们的体温会增高 那会加速了我们身体的代谢的速度 那流失较多的水分 因此在浸泡温泉的时候 必须适度的适时的补充水分 来维持水分的动态平衡 那我们人体透过两个机制 来控制我们体内动态的水分平衡 一个是所谓的渗透压 这个渗透压呢是按照浓度的差异 来管理细胞里面跟细胞外面的水分动态平衡 另外一个方式是血管浸水压 它主要是透过管理循环系统的方式 来进行动态的平衡 它主要有两个主角 就是血管以及淋巴管 来进行体内液体的恒定 那刚才我们介绍的有关渗透压的部分 主要是透过控制细胞里面 跟细胞外面两边的浓度差异 来进行水分的流通 那体内的水分呢 经由选择性的通透膜来进行相关的渗透 那这个称之为渗透作用 那这个渗透作用呢 主要就是核处的浓度比较高 那浓度高的地方 水分就会往那个地方来流动 因为浓度高渗透压就高 那渗透压高的话 水分就会往浓度高的地方来流动 那因此呢在我们体内按照浓度的差异 我们就形成了三种状态 第一种状态就是当溶解在水中 清水分子或离子 决定水分渗透细胞膜的能力的时候 正常人呢 他的细胞维持在动态的水分渗透膜的 均衡的生理状况 那这时候呢细胞膜两侧浓度相当 我们称为等张容易 那当我们把细胞外面的离子浓度提高 那这样子的话变成细胞里面浓度较低 细胞外面浓度较高 那这样子细胞里面的水分 就会往细胞外面浓度较高的领域流动 那这个就称之为高张容易 这时候由于水分跑到细胞的外面 因此细胞会因为脱水而呈现萎缩的状态 例如当我们去浸泡海水的时候 我们的皮肤角质层的细胞 会因为浸泡在海水这一个高张容易里面 而造成细胞萎缩 细胞萎缩在人体来讲 就是这个角质层就会脱落 达到去角质的效果 那我们反过来讲 当细胞的外面浓度比较低 细胞里面的浓度比较高 那这时候呢 就形成所谓的低张容易 那细胞膜里面的浓度高 因此水分就会往细胞膜里面来跑 久而久之会造成细胞 因为水分的过高而膨胀 最后可能会造成细胞的膨胀过度 造成破裂导致细胞死亡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 当我们把我们的角质细胞 存放在比较低浓度或是存水之中 那这时候呢 我们的细胞就会因为水分进入到角质里面 而造成角质膨胀而软化 那这个软化也能够有效的 针对老化的角质层 造成剥离的效果 而达到让皮肤洁净的作用成效 那为什么要特别强调 等张、高张、低张 这三种不同的模式 最主要的原因是 我们世界各地的温泉 它的离子浓度并不相同 因此在各个地方的温泉 会有不同的浓度 而形成了高张性、等张性以及低张性的温泉 那要针对各个地区的温泉来进行运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克制化 针对该区域来进行温泉应用模式的建制 那这样子包含了 比如说平常的日常的饮用量 比如说浸泡的时间 这个都能够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此都必须掌握住这些浓度、渗透压的差异 才能够有效的来运用 第二个部分要为各位介绍的是血管静脉压 血管的静脉压最主要的是在血管里面 跟周边组织之间里面的浓度压力差 而这个压力差会造成血管里面的水分流动到组织里面 或是组织里面的水分流动到血管里面 那血管的静脉压主要是由血液里面的白蛋白 跟部分的球蛋白所共同形成的 由于白蛋白它跟水具有比较高的清合能力 它能够大量的跟水分子相结合 防止水从血管里面流失 而形成所谓的胶体渗透压 那不同位置的胶体渗透压 包含了动脉端 包含了微血管内的胶体渗透压 包含了组织间隙的胶体渗透压 这三者之间把它中和起来 假设血管里面的蛋白质浓度还是比较高 就是血管里面的白蛋白浓度还是比较高的话 那这时候进水压就会从组织里面水分流向血管之中 那如果反之呢 组织里面的白蛋白浓度较高 水分就会流向组织里面 那当水分流向组织里面的时候 就会形成所谓的水肿的现象 那比如我们有很多怀孕的妇女 她在怀孕的过程之中会发生 因为胎儿大量的摄取了血液中的蛋白质 而导致血液中的蛋白质含量较低 那这个较低的状况形成的进水压就比较低 造成了水分大量的流向了周边的组织 而形成组织的水肿现象 那在我们的身体健康里面呢 如果这样子的现象发生 其实相较而言是比较不健康的 因此我们就必须要透过相关的模式来进行调整 那液体动态的流向 健康流向应该是由周边组织的水分流向血管里面 因为我们每天约有50%的白蛋白 它会自血液之中流向周边的组织 因此我们每天也要从淋巴系统里面回收白蛋白 来维持血液的白蛋白浓度 让整个血液的蛋白的浓度达到一定的水准 那这样子就能够造成维持了相对的进水压 让周边的组织的水分能够持续的回流到血管里面 来避免发生水肿的现象 当我们去调整了血液的渗透压 就能够让周边组织的水分回流到血管的系统里面 那维持一定的血管里面的水分比例 这样子就能够降低水肿的现象 本章节会各位介绍温泉的物理作用 当我们了解水在我们身体里面的生理作用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探讨温泉对于人体的效益 在这个效益里面 针对物理特性来讲 我们就包含了水的浮力作用 水的浸水压力作用 水的温度作用 以及水的连阻力作用 那这四个部分 在讨论上跟水疗的内容非常的相近 基本上我们在浸浴温泉的时候 最基本的水疗模式也是相同 也是用浸浴的方式来进行水疗 那就水的特性来讲 我们主要分成冷水禁欲 温水禁欲 冷热循环禁欲 以及纯水禁欲 那在纯水禁欲主要强调的 就是浸水压力以及浮力的作用 至于前三者不同的温度浸泡疗法的话 主要强调就是以温度的效益为主 那首先呢我们来讨论浮力的作用 浮力的原理是由阿基米德所发现 那阿基米德的浮力原理 它是指物体呢在水里面 它所排开的液体的重量就是浮力 那我们以一位成年男子 体重70公斤的成人来讲 假设头部的重量是4.5公斤 人体的比重大概是1.036 每立方公分每克的重量 那这样子的比例来讲的话 我们透过公式 首先我们先把身体完全浸泡在水中的话 我们70公斤的体重减掉 头的重量4.5公斤 得到的是65.5公斤 那头以下的这个体积要如何换算呢 我们利用重量除以密度 所以我们将65.5公斤除以1.036 我们得到的体积是63,220立方公分 那这个是人体的体积大小 那我们针对于我们头部以下的身体浸泡在水中 那我们就可以去换算出他的福利 那福利怎么算呢 我们以63,220立方公分 那乘以水的比重就是1 所以乘出来的重量是63.22公斤 这表示人一个70公斤的人 在水里面的话 他所受到的福利是63.22公斤 人在水中的重量 经过换算应该是6.8公斤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比喻 初估来讲 人在水中的重量 大概是原本空气中重量的十分之一 这样子是一个最简单的评估方式 因此当一个成年人 他站立在水中的时候 水身如果达到膝盖这个高度 大概可以减轻体重的百分之十 那当水身呢 达到了臀部的位置 臀部的最下缘的话 他减轻的体重大概是百分之三十 那如果水身呢 到达了肚脐的位置 这时候呢 减轻的体重大概百分之五十 那如果说这个水呢 的高度到高达了简突 就是我们的胸部的地方 减轻的体重大概百分之七十 那如果人浸泡在水中 水的高度到达脖子的话 减轻的体重高达百分之九十 因此水的浮力作用 他减轻了身体沉重之后 将能够提供我们身体呢 很轻松愉快的支撑 因为原本我们身体的体重 在空气里面要支撑的重量 在水中呢会大幅的减少 再过来水这个介质 也能够给予身体相对的 具有较好的支撑能力 因此在水里面 水的浮力作用 会让人感觉到非常的放松 那因为体重的减少 因为负荷有水的浮力来支撑 因此呢 直接降低了我们原本要支撑体重的 肌肉神经的紧张度 降低的程度会高达百分之三四十 那有效的达到了身体完全的 肌肉放松的效果 那由于这个支撑的肌肉放松了 因此脑部神经部分的紧绷性也会减少 而造成了我们降低脑部的负荷 有舒缓压力 改善情绪的作用 另外呢 就是因为 我们承受的重量减轻了 也相对的让我们身体里面支撑的关节 关节腔里面的空间 我们支撑的韧带 我们支撑的肌肉可以休息 那如果说 有一些疼痛部位累积的话 也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而达到舒缓的效果 另外 由于肌肉放松了 所以降低了血管的阻力 也减轻了心脏的负荷 我们心脏要把血液积累出来的力量 也会因为这样子而减少 让心脏的做工变小 最后减轻了这些身体的负荷之后 将能够有效的改善身体的疲劳感觉 以及加速身体的体能的恢复 那这个是有关于水 对于身体的浮力造成的作用 那水的浮力最主要是减轻身体的重量 因此在临床食物的使用上 主要是针对患有风湿性关节炎 或是肌肉关节损伤 或是脊椎受伤 中风 循环功能障碍 或是肢体功能障碍 或是不良于站立的人 它可以透过在水里面 浮力的支撑 让这个身体呢 舒缓 然后让病人的关节肌肉压力减轻 那达到减轻疼痛不适 这样子的感觉 那另外 在水里面来进行复健的动作 只要不溺水 基本上它的安全性 是相较于我们在空气里面 高非常的多 因此有关水疗的作用呢 它广泛的应用在复健的领域 接下来为各位介绍 浸水压力的作用 浸水压力呢 顾名思义 就是当物体放置在水中的时候 这个水会失与物体相对的压力 我们就称之为浸水压力 那浸水压力跟物体浸泡在 水中的深度呈正比 基本上每下 每升10公尺 那大概就会增加一大气压的压力 那基本上呢 如果说以一公分来讲的话 作用在皮肤上的压力呢 就会增加0.76毫米拱柱 那当人体浸泡在水里面的时候 水会对身体产生相对的压力 而这个压力的作用 就是我们所谓的浸水压力的作用 那当我们浸泡的深度越深 浸水压力越大 对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呢 那各位 这个就跟我们去水里面潜水 在身材里面潜水的这种效益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进行水中运动的时候 我们的肢体越靠近水面相对压力会越小 那当我们去执行相关的动作的时候 它对于它的阻力相对的会小一点 那同样的如果说我们在比较深的水里面 那浸水压力比较大 因此呢当你去执行动作上呢 阻力相对的就会比较大 那进水压力呢它针对下肢浮肿的病人 它可以帮助他在肢端 就是末梢腿部呢滞留的血液 因为压力的关系而回流到心脏里面 那人体表面如果说 在水中所承受的压力 大概每下一公尺 就增加0.1大气压来讲的话 那当我们的身体在水里面呢 因为水的压力会造成我们的肢段违禁 会有所更变 当我们在水下一公尺的地方 我们下肢所承受的净水压力作用 将会导致我们下肢围 减小1到1.5公分 那我们的腹围会减小3到5公分 那我们的胸围会减小2到3公分 那这样子的作用呢 如果说我们是站立在水中 站立在水中 那我们水的高度达到我们的胸部的话 那这时候因为浸水压力的关系 我们心脏里面的血液量 会比浸泡前回流增加了将近130cc 那如果说这个水的高度呢 高到下巴的时候 那回流心脏的血液量呢 会增加到达250cc 啊 啊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